一只还没断奶的小斑马 跟随母亲徒步数千公里 好不容易躲过重重劫难 迁徙到了他们的新家园 然而母亲却突然病逝 还没有断奶的他 生存变得岌岌可危 小斑马能否生存下来 这是一个悲伤的成长故事 但结局却很温馨 不久前 斑马妈妈生下了一只小斑马 刚出生的小家伙 在脱离母胎几分钟后 就能尝试着站立起来 他们天赋异禀 又在出生后 往往会在一个小时内 自己学会走路与奔跑 小斑马名叫马达 聪明的小家伙 在母亲的引导下 很快掌握了走路与奔跑的技巧 只是马达出生的并不是时候 母亲将他生在了迁徙的途中 这意味着 小马达一出生 就要面临长途跋涉的命运 这是一场冒险的旅途 沿途中任何细小的危险 都能扼杀这条弱小的生命 不过还没有体验过 大自然凶险的马达 对这个绿油油的新世界 充满了好奇 他欢快地奔跑在草地上 观察着四周的一切 跑了就到母亲身边喝奶 然而残酷的大自然 并没有给这对母子 太多安静相处的时间 很快危险降临了 小马和斑马是这次大迁徙的 仙头部队 沿途中他们最大的危险 是猫科动物 此时一头草原狮子 盯上了迁徙部队 面对爆发力强大的狮子 马达等新生幼崽 如果被盯上根本无力逃脱 不过 幸运的是斑马阵营中 一位成员最先发现了潜在的危机 向族群发出了危险信号 小马达因此躲过了一劫 然而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脚马 则成了狮子的美餐 马达脱离危险后 静静望着邻居家的孩子 被猎杀看得有点出神 这是他第一次感受 来自其他物种的危险 然而这样的危险沿途中无处不在 很快马达又迎来了一场 更加凶险的生死考验 迁徙大部队不久又重新赶路 马达也跟随母亲开始了新的冒险之旅 每年的五六月份 坦桑尼亚境内的大草原被逐渐消耗 食草动物们需要长途跋涉三千多公里 迁徙到肯尼亚境内的马赛马拉大草原 而这一场旅途最凶险的环节 是穿越马拉河 这条横跨在两个国家之间的河流 将草原一分为二 成为了动物们来回迁徙的必经之路 这里是鳄鱼与河马的家园 每年的迁徙季节 有无数食草动物葬身河中 相对于刚出生不久的马达来说 可谓凶险万分 马达和他的母亲跟随大部队走走停停 这一天也赶到了马拉河 马达能否安全渡河呢 最艰难的考验开始了 迁徙大部队停在河边静静等待最佳的渡河时间 而河中的鳄鱼也做好了狩猎的准备 最先渡河的是绞马群 一头头绞马为了对岸的嫩草汗不畏死的跳入河中 不少斑马也加入了渡河的先头部队 然而这次冒险注定有人付出代价 一头斑马不幸为此付出了生命 不过很快脚马群忘记了鳄鱼的恐惧 开始了第二次渡河 这一次马达在母亲的带领下 也加入了其中 面对混乱的渡河大部队 马达紧跟在母亲的身后 跳入了浑浊的河水中 此时的马达比出生时强壮高大了许多 但依旧被河水淹没 他紧靠在母亲的身边努力挣扎着往对岸游去 期间马达被汹涌的河水冲到边缘凶险万分 不过鳄鱼不会错过这次捕猎机会 这次一只落单的小脚马被鳄鱼捕杀了 马达与母亲很幸运度过了这次危机 不久 他们安全抵达了新家园马赛马拉大草原 只是还未等马达欣赏新家园的风景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这天马达的母亲身体出现了问题 躺在地上无法起身 时不时四肢还出现抽搐的情况 显然患上了很重的疾病 马达无法感受母亲的痛苦 只能静静在一旁看着 无能为力的公斑马 也只能在母斑马身边守着 只是很不幸 不久母斑马在痛苦中去世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 出生不足三个月大的马达 此时还没有断奶 饥饿的他来到母亲的身边想要喝奶 然而母亲已经去世多时 无法给他提供奶水 对死亡猛猛懂懂的马达 似乎没意识到母亲再也醒不来了 他在附近找了一个地方休息 似乎在等待母亲醒来给他喂食 不久 小马达可能饿得不行了 再次来到母亲的身边 只是结果还是一样 此时 马达可能意识到 母亲已经无法给他买水 饥饿的他 开始四处寻找其他母斑马的帮助 他奔跑在斑马群中 首先找到了几匹 正在吃草的母斑马 只是当马达靠近他们时 却被其中一只斑马驱逐了 饥饿的马达只能再次寻找其他人的帮助 然而斑马一年只有一次生育机会 他们的奶水非常珍贵 马达几次可怜巴巴地上前求助 最终都被无情地拒绝与驱赶 被多次拒绝后 身心疲惫的马达麻木地躺在草地上 静静看着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草原 一直到黑夜降临 弱小无助的马达忍受着黑夜的恐惧 独自一人度过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 马达无力地躺在原地 似乎已经放弃了向他人求助 正当马达绝望之时 两头母斑马来到了他的身边 在对方的关心下 马达重新振作了起来 很快融入到了一个新的家庭 新妈妈似乎非常疼爱马达 不过 新妈妈已经有了一个小孩 还接纳了马达 这在动物世界是非常罕见的 原来动物世界也有收养孤儿的一幕 可见母爱与物种的智商高低毫无关系